今天我示范現在很流行的酵素 酵素的好處是網上已經有很多介紹 我就不作多講 或者我會給你們一些資料去自己再研究一下 我做過幾個酵素 但是這次我要把整個過程完整整地告訴大家 因為做了幾次以我自己的經驗略略都有些 現在我就可以告訴大家 現在我這裡有兩份我要做的酵素 這個是提子 沒有核的提子 這裡有500克 有兩盒是藍莓 是另一份來的 以往我加檸檬比較多 今次我每份就加兩個蘋果 這樣 兩個蘋果 另外就準備兩個玻璃瓶 就是糖是一比一的 但是我覺得一比一太甜了 我也是用回三比一的份量的糖 有些人喜歡加白砂糖 有些人喜歡加冰糖 我又喜歡加片糖 這裡就是兩份酵素的片糖 那份量大約 譬如現在我這個提子加檸檬加蘋果 就有1100克 那我就大概落四塊的片糖 那這個我南梅呢 我磅過就是800克 那落兩片的片糖就差不多了 那因為如果拿太多 就是太甜了 我就覺得不太理想 那另外一個工具呢 就是一個這些沙袋 沙袋是當你酵素完成了之後 就用來隔渣的 那現在就不用用了 那最重要呢就是這把刀了 這把刀就是在那些 什麼什麼城那裡就有得賣的了 那是糖匙刀 那因為它是不是金屬的 那切生果就最好的了 那因為這些做酵素的生果呢 就不可以用這個金屬的器皿的 那現在我就開始呢 就洗淨一些生果先 因為洗淨生果還要風乾的 那所以呢 我現在就開始 拿去洗淨它先 因為呢 洗淨了才風乾呢 到我們切的時候呢 就可以 就是 沒有水分了 因為 就是 不可以 有水分在裡面的 那現在呢 我就開始 洗些生果了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我就開始 洗乾淨一些 皮子啦 那這些是沒有核的 我買的 好 我買的 嗯 還 hop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葱頭撈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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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撈起後 把葱頭放在葱頭上 就可以 封乾它 就可以了 這樣 然後 這些 把葱頭撈乾淨 它是小粒嗎 我們就 把葱頭撈乾淨 然後 把葱頭撈乾淨 葱頭撈乾淨 把它拿回紅袋 然後把葱頭撈乾淨 然後要包小冷 放一乾淨 刮糖 南瓜是要洗乾淨的 南瓜是要洗乾淨的 南瓜是要放一段風乾的 然後水果是要洗乾淨的 水果是要洗乾淨的 就要洗乾淨 你滞乾淨 快拼乾淨 你滞乾淨 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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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酵素 很香 所以蘋果 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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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現在就經過風乾的製作過程 切生的過程 手不要太髒 戴上手套就比較好 現在開始切生果 首先把棵子切開好些 割開 你喜歡剁皮筆 不過我就不剁了 這樣就放了一層 然後就切蘋果一層 蘋果就把核去掉 用針切開一片片 然後就放一瓶來拌 好 這些檸檬也是原料的 所以我們切開一片片 放一層檸檬 放一層檸檬 然後就放半塊片糖 然後就像這裏 把提子放一層 放一層檸檬 完成了之後 我們就切一片 保鮮紙 蓋著它 放一層檸檬 然後就可以煮好蓋子 然後就可以煮好蓋子 然後我就做了這些蘋莓 因為提子多了些 我可以放在蘋果裡 一起都沒有問題 然後就切開它 現在就完成了 用一塊保鮮紙蓋住 現在完成了 完成之後我們就放四天 四天我們就把蓋子打開 放裡面發酵的空氣 四天之後我們就可以每天放一次氣 打開它放一放氣 然後就把蓋子打開 然後你可以搖一下它 大概到十四五天 你看到會有一些像泡泡一樣 一直升上來 很有趣的 那時候就是修成來了 我現在就完成了 到有修成的時候 我才會告訴大家 如何把那些汁液隔出來 到時候這個沙布袋就用得著了 現在就是這樣 到修成的一天 我又再做給大家看 拜拜